早前美国批准打第四针的新冠疫苗 之前是Vizor药厂和Moderna药厂两家做MRNA疫苗的药厂 申请Vizor建议65岁的人所有人都应该打第四针 Moderna的申请是所有18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打第四针 两个礼拜之后FDA已经批准了 接着就直接将这个建议 第上CDC疾控中心很快就批准了 很少见官僚这么快做事 实际批出的有点中间落墨 实际的建议就是所有5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打第四针 理据就在于两个以色列新出的研究报告 第一个就是Vitual Spectrum的库核研究 就是在医疗记录那里找资料来比较 然后打了三针和打了四针 60到100岁之间的人的死亡率有什么分别 这个研究最终做了出来的结果 就发觉打了四针都是比较年纪大的人 那个死亡率就比较那些打了三针的人 就说减低了大概七八成的 另外一个研究就是牵涉一些医护 那这些人又不是随机取样的了 就是说选择了一些打了三针的医护 比较一些打了四针的医护 看看他们感染Omicron的机会有多大分别 发觉打了第四针之后 那个中和抗体 就是说能够对付这个Omicron的抗体 它是有上升了 但是上升的量就比起打第三针上升很多 那个幅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就是说第三针打了之后 那个中和抗体是升高很多 到第四针抗体就没有说高了很多 那实际防止Omicron的感染有多有效呢 打了三针的人 感染Omicron的机会 大概四分一 25%左右 打了第四针 Moderna也好 Visor也好 那他感染Omicron的机会 大概是19% 那他是有些降低了 但是似乎防止感染的部分都不是那么大好处 防止感染主要是靠中和抗体升了多少 中和抗体其实升了 但是又不是说升得很多 那变成防止感染的能力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好 还有很大机会这个升了抗体 接着过几个月就会降低 那保护效果可能就不在 这个报告就有说一件事 就是说无论打了第三针感染Omicron 或者打了第四针之后 究竟有Omicron 大部分人象征差不多 就完全没有病征 那你就会有些怀疑 就是打第四针 感染的机会可能都是减低一点点 即使打三针没有打第四针 感染了之后 那些病征一样是很轻微 就跟打第四针感染之后差不多 看来打第四针在这个年龄层 就是那些应该医护那些 都是那些比较年轻 年轻比较健康的成年人来说 打第四针的好处又不是大得这么交关 中和抗体就用来挡住病毒入侵感染 轻症这些东西 要挡住重症就靠另外一些细胞免疫系统 即是说T-cell B-cell Memory T-Memory B-cell 这些每一次打针 你那个中和抗体的量应该都会升 但升了之后 几个月就会降低 即是说你每次打针防止病毒感染你的能力 就会升高了 减低你感染的机会 但这个就不会维持得久 可能过几个月就没有了了 你要一直维持这些防止感染的能力 那就要不断打加强剂才能做到 但现在这个最新的研究都看得出 似乎你一直打下去 越打的好处就越来越没有那么明显了 而防重症就要靠我们的细胞免疫系统 基本上如果是健康年轻的60岁以下的人 打两针这些mRNA疫防重症都已经是相当不错的 打三针就会更加好一点 细胞免疫系统对我们防止重症的保护 看来应该都是比较长期可以维持到的 当然如果是60岁以上老人家有长期病患 打了两针或者打了三针之后 细胞免疫系统提供的保护是跌得快一点 所以在这个年龄层打第四针 就令到这个细胞免疫系统更加强化 防止重症的能力升高 这个都有些理由 所以简单说如果你说要打第四针 就是老人家或者免疫力弱的人 可能比较需要一些 年轻的健康的话 比如打两针打三针之后 是不是一定要打下去呢 这个就有点伤害 这次美国FDA CDC 决定 有些争议性在于FDA收到药厂的建议 应该就有一个疫苗专家的committee去研究 然后再投票就决定是否认同药厂的建议 再提一个意见给CDC 去批评的 这个透明的程序 大家都知道现在做这个决定是基于什么的科学理由 这次他明显就跳过了这个程序了 他就说没有这样的需要了 那就不需要再咨询专家组 直接将建议递上CDC CDC 立即批评了 被人会觉得这个过程真的不太透明 会不会有些其他的利益关系在这里呢 最后一件事我想强调就是 虽然我们经常都说或者经常听人说 所有这些医学上的决定应该跟从医学专家的意见 大家要明白最终的决定 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国家 一定是一个道德或者价值观的选择来的 这个情形就好像说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末期的肿瘤发现了 医治方法可能有做手术、电疗、化疗 医学提供的东西就是做这个治疗就有多大的生存机会 做这个治疗就有多大的治愈机会 如果和一个肿瘤在一个30岁健康的人身上 治疗方案选择上和在一个80岁已经是失智 只能够饿床的人身上 治疗的选择很明显会不同 疫情、疫苗这个问题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的价值观、你的目标 主要就是要防止大部分人被这个病毒感染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很高的要求来的 就是对任何疫苗来说 就是要完全防止感染 不只是防止重症 要防止感染、防止传播 这个是一个非常之高的标准来的 要达到这个标准 很可能就要所有人都要经常注射疫苗 不断打针你才可以维持一个高抗体的水平 可以就减低了感染的机会 但是这次看来打第四针 防止感染的能力已经不是太高了 另一方面的价值观就是说 我的目的呢 只要这个病不会对人构成生命威胁 引起很多严重的疾病 令到医疗机构崩溃的话 主要防重症似乎打两针 甚至打三针 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足够 老人家可能再打第四针 这样做的话 仍然有很多轻症 或者没有什么病征的COVID 继续在社区流行 如果采取这个价值观 就要慢慢改变心态 要接受这个病毒 都很难完全避免的了 只要对我们的伤害不是太大 大家就尽量恢复正常生活 大家如果支持哪一种做法 可以在留言里告诉我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